在早期战略舰的维杆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那就是几乎都挂着一个巨大的钟 就像这些照片中显示的一样 从一战开始一直挂到了二战初期 所以他们究竟是拿来干什么的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有趣的装置 电影里面我们经常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场景 不管是执行任务的特工 还是潜入到银行里面的大盗 在行动之前总是要对一下表 所以联想到同样是执行战争任务的战略舰 他们装表的目的也是为了在开战前把时间对准吗 但是如果你推进仔细看的话 这个表盘好像哪有点不对劲呢 虽然时针和分针都在 但是刻度却只有十个 一圈少了两个小时 一天就少了四个小时 这时间也不带这么多的嘛 难不成他们都自信到十个小时以内就能打完一场张吗 当然不是 虽然它也叫钟 但却不是时钟而是距离中 是用来指示距离的 指出敌人的距离给自己的队友们看 像时针的那根指针指出的是目标在多少千码开外 而分针指示的则是百码 比如如图所示这样的指针位置 就代表着本剑正在瞄准着3700码的距离开火 他们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射击距离高高的挂在尾杆上 让编队里面的其他队友全都看到 是因为在当时剑炮的瞄准实在是太难了嘛 尽管有了光学测距离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啊 但是能不能真的打到敌人头上 很多时候呢还是要靠运气的 万一编队中正好有一艘打准了 他不得大声的把自己的瞄准数据分享出来吗 距离是多少 方位是多少 所以你看啊 不仅在尾杆上方有着大大的距离中 连炮塔的下方呢 也是用油漆涂黑了画上高对比的刻度的 让同伴能够看到 我的炮管指向的是哪个具体的方位 于是大家就可以争气化一的倾斜弹药了 为什么不用无线电呢 因为无线电可以传的距离比较远嘛 要是传到敌人的耳朵里面 不也把自己的位置给暴露出来了吗 另外还有个问题 那么多的炮弹出去 我怎么知道是谁击中了 谁的没击中 该用谁的数据又该忽略谁的数据呢 对啊 暂停一下啊 你也来想想 有什么办法能够定位出是谁的炮弹击中了敌舰呢 一定要先把你的答案发在评论区里面再继续看下去啊 其实嘛 答案很简单啊 打彩蛋啊 来看这没当是英国海军用的8英寸舰炮的解剖图 这个位置啊 显示出他是装了一个染色包的 会在爆炸的时候呢 将周围的物体染上颜色 不管是打在海面上产生的水柱 还是击中船身后撕开的碎片 在远处都能够清晰可见 遗憾的是 那个时候还没有彩色摄影 所以哪怕我能够找到用这样的炮弹 击中目标时的照片呢 看起来他们还是黑白的 多多少少减少了我找不到这样照片的遗憾嘛 当然啊 有证据显示 同一时代 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舰炮呢 都使用了这样的方式 来更方便的校正自己的设计参数 搞得像是现在打彩蛋设计一样 每一艘战舰呢 都被分配了属于自己独特的颜色 这样别的战舰就知道了 是谁开的炮击中了目标 就能根据他的尾杆上的距离中指针 来调整自己的设计参数了 比如美国的密西西比号上的14寸主炮用的就是橙色的染料 新墨西哥号上用的是绿色印第安纳号上的16寸主炮呢 用的则是红色等等 一场仗挡完啊 不管轻重大家都会挂彩的 甚至就连舰上的水手呢 最后都免不了要被打成了彩蛋 当然 不管是距离中还是炮塔上的刻度 到了二战早期就基本上都见不到啊 主要原因有这么几个 第一是由于一战后所签订的海军限制条约 使各个国家到了现在呢 都拿不出像当初那种规模的舰队 排在一起涂子弹了 日的南海战中那种几十上百艘战舰对垒的场景 现在已经被缩减为不超过各位数了 这种你看我 我看你的需求呢 自然就减少了 另外啊 雷达出现了 用它就可以非常精确的指示出目标的位置啊 最后也是更重要的一点 在舰队之间传输信息的超高频通信出现了啊 它频率极高距离极短 所以完全就不怕泄露到远处的敌人那边 就把原始的目视通信系统给彻底替代了 挂中的墙还在 只是终于不见了中营 当然现在连墙也不在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书 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你想过没有 为什么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也有海基洲际弹道导弹 就是没有在空中发射的空基洲际弹道导弹呢 诶 是太难了吗 是的 的确很难 但原因呢 并不止于此啊 因为早在1974年美国就已经实验成功了 1974年的10月24日 美国空军在打开了一架C5银河运输机屁股上面的舱门后呢 成功的发射了一枚民兵一号洲际弹道导弹 诶 虽然它并没有装上核弹头 也只是启动了第一级的发动机 但是这种从空中机动的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方式 本可以为美国的核武发射库中加入新的元素 或者说新的威胁嘛 诶 可是 它就只那么试了一次之后呢 就再也不见踪迹了 诶 这美国人的脑子里面是进水了吗 要知道 从F-18上扔下一枚4米长1吨重的联合防具外空地导弹 AGM-158是一回事 但是想要扔下的是一枚将近20米长 重达30吨的洲际弹道导弹时呢 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费这么大劲花这么大代价 实验成功了 却锁到保险箱里面不用了 诶 你说奇不奇怪啊 所以呢 这背后究竟是隐藏了什么秘密 故事啊 我们还要退回到1945年的7月 从原子弹诞生的那一刻起 开始说 1945年7月 美国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原子弹爆炸实验 以相当于2.5万吨炸药的爆炸当量 炸开了核时代 四年之后呢 在1949年 苏联效仿 全球的力量平衡因此而改变 也为长达数十年的核进赛做好了铺垫 到了1974年 核泰式已经成为美苏两国政府意识形态冲突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两个国家都在不懈的努力以新的手段利用或者交付核武器 先是原子弹 接下来呢 就是更为知名的清单了 美国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 而技术烧牵一筹的苏联则在数量上进行弥补 说白了就是啊 你造一枚那我就造个十枚 虽然进度没你那么高 但即便只有十分之一的概率 哎 我也能干掉你了 到了1974年啊 两者之间的差距就这样被苏联人给硬是抹平了 美国的优势呢 哎 不在了 虽然这也只是种感觉而已 你以为美国人真的就知道苏联到底有多少个核弹头吗 并不是嘛 他们只是分析得出来的 然后就开始陷入到被害妄想症当中了 不过呢 这也不怪他们啊 说起来非常讽刺 因为mad疯狂 这个单词在当时是有另外一层意思的 它正好是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相互保证毁灭的首字母 这是一种一毁接毁的军事战略思想 建立在假设交战双方都有着足够摧毁另一方的无力 而且一方如果受到了另外一方的攻击 不论理由是什么呢 都会以同样甚至是更为强大的武力呢 给它兑回去 结果就是相互保证了对对方的绝对毁灭 既然这样大家就都会怕它了 也就不敢首先发动进攻了 成为了一种恐怖的平衡 实际上mad恰好被认为是冷战变不成热战的重要原因了 不过你看啊 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做平衡 一旦平衡打破 mad就开始失效了 意味着我可以但方便的摧毁你了 美国人怕的就是这个嘛 一方面苏联人的核弹是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他们不仅多 还基本都能动 车载 列车载 甚至还能动用直升机载 吊起来让他们事先快速的重新部署 在反观美国人呢 一开始由于过于自信 基本上都是把自己的民兵洲际弹道导弹 装在了固定的发射井里面 如果苏联人的情报足够准确的话 完全是可以在第一波进攻的时候瞄准 并直接摧毁这些无法移动的目标的 美国岂不一上来就直接完蛋了嘛 这简直是越想越怕 坐立不安啊 于是时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呢 就想看看能不能从外交途径上缓解这个问题 他准备约上苏联总书记 博劣日涅夫促席常谈一番 讨论一下为了世界和平 咱能不能一起缩减自己手上的核武器苏联啊 但他也明白嘛 苏联人又不傻 如果看上去好像处于下风的美国人 主动把脸贴上来了 那就是实锤的下风了嘛 我干嘛还要跟你妥协 缩减自己的核武器库呢 滚一半去 所以在谈判之前啊 自己手上的筹码一定要够多够硬才行啊 既然我们的软肋在不能移动的发射井上 那么就想办法让他们移动起来呗 而且啊 不光要能够移动 还必须要能够移动着 把他们发射出去才行啊 诶 这优势不又回到咱们家了吗 好吧 于是五角大楼的当务之急呢 就是尽量找到能够移动他们的方法了 诶 再看到这张照片之后呢 他们两眼放光 诶 这个比右下角的大力生 还要大了N倍的大家伙 不就是最好的选择吗 从C5银河运输机的屁股后面 把洲际弹道导弹给发射出去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尽管也是个疯狂的想法 但是这可是在冷战时期啊 这儿最不缺的就是疯狂了 毕竟整个战略思想 都是建立在MAD上面的嘛 好 那我们就来说说C5这家运输机了 它从一开始呢 就是为了装而存在的 虽然也有装臂的意思啊 但更多还是用来装货的 尤其是要装下 当时美军最新的 9米长50吨重的M60主战坦克了 于是 它的货舱空间呢 就来到了晶云的1000立方米了 这个好像没啥概念对不对 那就换一个啊 其货舱的长度达到了37米 比莱特兄弟第一次飞上天的距离还要远啊 但其实呢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啊 在它呢 巨大的黑洞里面 装下超过100吨的货物之后呢 居然还能够轻音的飞上天空 所以从技术上来讲 用它装只重30吨的MAD1呢 实在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挤一挤 我给你装一捆都是可以的 但重点是装一捆能发射的出去吗 对了 真正难的地方在既能装的进去 还要能放的出去啊 并且在放出去之后呢 还得必须要点燃飞的过去才行 国务卿的时间不多了 他只给了五角大楼90天的时间 于是好莱坞电影里面的情节 在现实中上演了啊 直升机在凌晨时分呢 突然停在了教授家的草坪上 搭拉着眼皮的教授 不情愿的爬进座堂后发现 诶 怎么这儿还有几个没睡醒的家伙呢 专家小组开始紧张的工作 试图验证从C5上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是可行的 或者为什么就不可行呢 好吧 一个非常明显的挑战在于啊 他们还从来没有从C5上 空投过这么重 这么大的东西 应该说啊 一个这么重 这么大的 完整的东西 虽然有过成功投下将近75吨重货物的经验 但那是被分成了4T投下的 每一批呢 也就不到20吨重了 采用的方式也很特殊 在推不动的情况下呢 他们是靠打开后舱门 释放出阻力伞 把货物的相对速度 捡到比运输机更慢后 自己给划出去的 通常情况下 这些货物的长度呢 都很少会超过8米 而冥冰洲际弹道导弹的长度 则是20米 加上滑车等附件之后呢 不可分割的重量 也已经翻到了30吨了 这就带来了几个严重的问题啊 一是太重之后 如果阻力伞 未能够将他们成功的拽出货舱 C5的飞行平衡将被打破 导致失控坠毁 二是 即使成功拽出货舱了 但突然损失这么大的质量 也会打破飞机的原有平衡嘛 如果飞行员的调整 不够及时的话 也有坠机的危险啊 最后由于它太长啊 所以很有可能在拽出时呢 导弹的头部下潜过多 尾部就直接顶在了货舱的顶上 把飞机给夹住造成坠机 说实话 能够成功的窗口实在是小的可怜啊 但这帮专家揉完没睡醒的眼睛之后 还是给出了积极的评估 虽然风险很高 但如果我们操作得当的话 还是可以做到的 好了 有这句话就行了啊 那咱就试呗 从1974年9月6日开始呢 这样的测试一共进行了10次 前7次呢 分别往下扔下的是 越来越重和越来越长的模拟载荷 后3次就玩真的了 扔下去的就是真正的民兵一了 不过扔下去又让它点火飞起来了的 仅仅只有最后一次而已 虽然所有的测试载荷都不会带上核弹头 但跟我们之前讲过的一样 也风险重重啊 从C5上减掉30吨的重量 会迅速改变其重心 使飞机几乎立即向上和向前倾斜 如果飞行员未能保持控制 即使成功投放也可能会带来灾难的 当然相比起来啊 与43500吨当量的世界末日 一起飞行在未加压后舱的机组人员 面临的危险就更大了 实际上他们在整个部署期间呢 都必须要佩戴个人养机罐 以抵御细胞的空气 并无数次面临更加险峻的环境 为了确保C5在发射洲际单导导弹后 还能平安的飞回基地 它把导弹的投放高度呢 设置在了6000米 当导弹离开飞机时 第一级发动机上的定时引信呢 便开始进入倒计时了 连接在头坠上的降落伞呢 会使它头冲上往下掉 在掉到大约2500米高度时呢 发动机点火 先是阻止其继续下落 接着便是推动着它 开始跨越大洲的旅行了 好像听上去也不是很难对不对 但是在测试中呢 失败率竟然高达33% 前9次测试呢 只成功了6次 由降落伞被撕裂后 导致测试载盒 直接以自由落体的方式坠地的 由刚刚离开货舱后呢 虽然测试载盒就直接在空中散架的 还有的是因为一个阻力伞的力量不够啊 拉的不利索 卡在半截差点就把C5给搞坠机了的 没有最刺激 只有更刺激 就这样啊 时间来到了离谈判日只有一个月不到了 虽然压力巨大 但工程团队呢 还是给顶住了 他们又对导轨进行了改进 还增加了一个阻力伞 然后决定进行第10次 也是第一次真正会点燃导弹发动机的测试了 如果成功 就代表着空机洲际弹道导弹 他们是可以玩的转了 当然 现在我们知道 他们做到了 消息第一时间 当然传到了基辛格的耳朵里面 然后呢 也很巧妙的 让苏联人知道了这事 谈判的主动权 于是又回到了美国人的手里面 到了今天啊 最新一代的C5M 甚至可以同时装下三枚 民兵三 洲际弹道导弹 诶 可你还能听到关于空机发射的 任何一点消息吗 他就这样在第10次发射后呢 被彻底埋藏了起来 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啊 虽然美国人发展出这种发射方式的初衷 是为了应对当第一波核弹护射 自己的发射井被摧毁后呢 还能有发起第二波还击的能力 但是他同样也具有令人生畏的第一次打击能力啊 如果将这种对方无法应对的首次打击能力 引入到相互保证毁灭的脆弱核生态系统中来 很容易就将原有的平衡给打破掉了 有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就是啊 没有了安全感的苏联人 干脆就首先发起核攻击嘛 美国不照样充满危险嘛 好了 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故事啊 我是火箭书 关注 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感谢